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历史百家。 有一句话大家耳熟能详,但是如果问你下一句,很少人知道。 这句话就是兔子不吃窝边草,可以理解这句话为,不要对朋友的恋人有其他想法,大概类似于朋友之期不可期,提到兔子不吃窝边草的下一句, 那咱们就得聊聊有关兴朝的一位大富豪,那就是胡雪岩。 晚清时期,国家还处于内忧外患的局势,百姓也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。 而且自从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我们的国门后,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接踵而来。 在此时,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得更加拮据,但是有一些人在这个特殊时期大发横财,其中包括胡雪岩。 他迅速崛起,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功,那时他还被叫做红顶商人,若要说胡雪岩的钱,在当时可是堪比清朝国库。 毕竟那时候的清朝,处处搁地赔款,再加上慈禧太后的奢侈浪费,这让伯库的情况雪善加霜,基本就是亏空。 再了,清朝有一个重臣,他和胡雪岩也算是相互成就了,他就是大家口中的左宗堂。 那时的左宗堂,可是朝廷重臣,多次带兵打仗,一心想拯救处于危急下的国家。 就在此时,一个发财的机会被胡雪岩洞察到,他主动找到左宗堂,一起商量这件事带购金火武器。 左宗堂听后觉得此事甚好,于是毅然决定合作。 之后,他俩的感情越来越好,金火能被带购后,可谓是一次次帮了左宗堂的大。 人会有这样的想法,你就放心吧。 朋友听完就放心地离开了。 但朋友走后一直没有音信。 时间久了,胡雪岩不安分了,对朋友的妻子有了想法,最后直接将其变成了自己的小妾。 兔子不吃窝边草,本是一句承诺,但对于胡雪岩,这句窝边有草何必满山跑,可谓是赤裸裸的讽刺。 听到这,大家或许对下一句很无奈吧,或者很意外。 其实,胡雪岩最后的结局,并不算顺风又顺水。 由于左宗堂和李鸿章的冤家关系,所以避免不了争斗,在他们争斗的时候,就波及到了胡雪岩,以至于他大半辈子挣的钱都没了。 死之前,他说了三句话,一不得经商,二不得和官员走得近,三不得与李姓结婚。 图片来自网络。